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现在几岁? 19 太小了啦 I can't 我直接说I can't 你再等我11了 明年我就29 可是你就40喔 喂 我也知道啊 所以你还要 要啊 不要闹了啦 所以她 欸 我們就看一看她這個 我花還是收 花還是收下 但是那個 真愛不能收 喔 真的 我跟你講我沒有那麼好啦 沒關係 什麼都會在 謝謝 你就是 先追星 然後 追你啊 天啊 欸 你們有人反對嗎 場景要完成 太誇張 我跟 我和我們天地盒 跟環球EMI 在這邊發誓 這件事情跟我們無關 我也不知道 對對對 各位觀眾 她是來真的 那你 謝謝 但我真的不能收欸 哎呀 這其實真的不行欸 不管她貴不貴重 我都不能收 對 楊晨霖是真的緊張了 對啊 不好意思 金鐘以後現在有點語無倫次了 你選錯人了 我不會煮菜 真的 我不會 好 現在開始 小經理又要拒絕小蓮 我也不會煮菜 所以不行啊 你出去吃啊 出去吃要賺錢啊 有錢啊 你家很有錢是不是 沒有 你家很有錢 所以你要我包養你 你在開玩笑嗎 喂 怎麼變這樣啊 好啦 謝謝 花我就收了 接著你收起來 我不收啦 再見 那你給我好了啦 我收啦 不行啊 他不給我 憐先生 先這樣子 我要唱歌了 然後我考慮一下 你給我一點時間 OK 這真是一個意外的插曲啊 真的完全 不是我們計畫之中的事情 所以我嚇得非常大一跳 然後也覺得這位歌迷有點衝動了 唉 把真愛想得太簡單了 其實我們只是在螢光幕前 就是一個好像很亮麗的人 回到家不就是黃臉婆而已嗎 所以還是不要輕易的就 許下這個承諾會比較好 而且他還年輕 大把青春不能浪費在我身上 第一次你這樣被求婚 當然 當然 拍戲以外 當然沒有被求婚過啊 所以剛剛是 能夠體會那種 還沒準備好 可是男友卻在大庭廣眾之下 求婚的那些人的心情 因為真的是有一點難拒絕 騎虎難下 但是還好因為他真的就是 我還跟他不熟嘛 所以畢竟粉絲就是久久見一次面 所以拒絕他應該不會太傷心 對 最後沒有接受粉絲求婚的楊春麟 帶來其實我們值得幸福 希望大家都能一起找到真愛啦 其實我們值得幸福 還不當時候忍受 別種了情歌的毒 寂寞不知懷處 沒有必要 請你這 想要太容易 我們別哭 愛不會被顧 過滅圈 慢慢走 真的是 把他沒想過 過